說起木球 很多人或許會感到陌生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這項有點類似高爾夫 又很像錘球的運動 其實就是源自於寶島 所以錘著木球 逐漸被推廣到世界各地 中華隊在國際賽場上的成績 也總是名列前茅 而這次在月王杯 有兩位表現亮眼的年輕球員 也希望能穿上中華隊戰袍 為國爭光 我覺得能為中華台北 就是爭取那個 國外的前三 就對我來說就是很棒這樣 當然還是就希望可以選上 然後當然是希望可以前六 穩穩的就是不要緊張 就是因為這場對我來說 我覺得蠻重要的 所以我會更謹慎 然後更穩的去打 兩位內湖高宮的妹妹 一個在月王杯收下季軍 另一個則是勇奪108年的 全國巡迴賽總冠軍 但談到這次木球世界盃的 國手選拔賽 兩人卻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這時候就要請出兩位國手學姐 來幫他們信心喊話 他們兩位很棒 場竿 做球 攻門都打得很好 傳承給學妹最重要的就是 你到畢業之後 你還是要練球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覺得練球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是都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對打出自己就是有設定好的成績 有達到就覺得就學可以了 不過這次的選拔賽 兩位國手學姐都決定讓閒不參戰 要把機會留給其他年輕球員 選手們也希望木球運動 能夠持續在國內推廣 讓他們的努力被更多人看見 YTV新聞採訪報導